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请来Sexual的Ratman聊天 Ratman 你好 你好 Debbie Ratman对于一些国际局势和不同的资产走向 都很有研究 所以今天来找你讲一个最近比较热的话题 就是大选 因为过去一两个星期 比较多人是关注着外围的政治局势 对于整个资产市场的影响 又真的能移动一些东西 譬如你说刚刚英国 工党真的胜出 14年来首次奪回执政权 法国那边比较有趣 本来打算右翼上台 怎料就爆冷 出了左派 怎料之前说右派上台 市场又是极波动 现在左派上台 大家又说觉得会极不明朗 然后到美国 我们就继续摸一下今个星期 拜登那边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消息 今年都比较多这些事件 会不会 其实很多投资者都会比较多 在相关的问题 究竟仓会不会需要着山的调整 是的 很多选举都影响大 你说得对 法国一直都不确定性最大 第一就是就算无论右派或左派 实际上它的经济政策 都离开了中间 马虎龙那边 那边都是比较未知的 因素都多 好像你现在看的图 这个是之前 就是月底的时候 都已经发觉 你看到 这个是股市的引伸波幅 都是法国 红色的条件 是的 你回去英国和美国 虽然你都是说是选举 但是接下来预期选举 你英国就选了 但是那个波幅都是 大家都知道若莫是怎么样 但是发觉反而是 变数会大些 所以这次都要看 因为它 这次对马克罗林来说 选是最好的 就是 起码一个是 它可以中间做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 不确定性很大 你始终是 不知道 因为它那个左翼联盟 是非常松散的 是的 好处就是 你极了的 政策可能说 怕它是比较很多 花钱 那边可能就未必太多 要等一等 今天的故事都好 都反映 都暂时都跌了一点 是的 还有那些债息 法国对德国的债息的息差 都是升回到68个基点 早一陣子怕的时候 就升到80 是的 差不多2012年的高位 是的 所以证明的市 还是比较OK的 是观望的 是观望的 未来就不知怎样走 因为几大市场 依然就 可能要继续看看 究竟在大选之后 有些什么的后着 或者他们的政策方面 会不会真的 像他们之前所说的 为了拿损背 其实很多人 说完之后 未必真的跟着去做 如果整体的几个地方来说 之前很多东西走单边 例如美国股市特别好 又或者是欧洲股市 充过一阵之后 就做过一些回调 但是都傾向在高位上 你觉得下半年 其实会不会因应这些因素 整体的配置方面 要小心一点 全部的波动性 都会比起上半年增加 我想 暂时美国都是比较好的 当然曾经说是欧洲 是觉得它比较便宜 但是现在你发觉 这里都是有些不稳 就是不确定 不是说不稳 接着来说 相对来说 如果你已经坐了很多美国的 你想分散一下 当然有些新兴市场 或者有些东南 区内有些市都挺漂亮 台湾今天做得很好 可能你没有留意 很多人没有留意 台湾今年升30多 所以有些拉美国家 甚至是欧洲都可以想想 但是整体来说 美国的大市 基本因素还是强劲的 所以不可以说 走光离开美国 之前有些人说 譬如欧洲市 大家之前承认了 例如选不选举的因素 没有想着影响那么大 就纯粹看它 可能减息机会比较高 因为它的经济是相对弱一点 但是到最后发现 其实譬如你以德国为首 去年全年的GDP 轻微负数 但是去到今年 又没有预期那么差 相对于来说 其实你觉得成熟市场 是不是都 如何去摸它们几个地方 对的 你看到ECB 欧阳行率先减了先 它是减息压力大一点 经济是差一点 但是美国来说 其实都很想减息的 联储局都 但是在等待位置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它有位置去做的 所以它未必减得很急 美国经济也相对其实还是好 但是它是可以去减少一点 去做一个姿态 所以来说 我想就算它减少一点减慢一点 都未必对美股有很大的 是的 市场其实是接受到的 譬如我们之前说 年初说 你减五次 接着减三次 现在说减一次 但是刚刚上星期出了一些 飞龙新增职位 市场有少少觉得落差 变成失业率上了一些去 现在减息的预期又高了 又说九月有机会 可能都真的减息的机率超过七成 如果减息之后 12月的减息机率 都还超过一半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都有两口 更加有人说 就是都要减一口 因为就是有一种叫做政治性减息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因为特朗普 你见到他现在第一次辩论之后 那个支持度 其实都大幅提升了 会不会有影响 是的 因为7月看它减不减到 如果9月其实是困难的 因为你太过 虽然其实大家都知道 联储局不受政治影响就是 应该不受的 理论上应该不受的 但实际上来说 联储局的权力都是国会给的 任命都是要总统和参议院 应可 总统提名 参议院批准的 所以实际上来说 你回到以前就算 当然了 尼克逊也曾经想影响 联储局 有的 有可能 但如果9月才减息 就是太近的选举 那是 它两边得罪人 所以它一般都 我想 所以它希望 但是它尽量 如果是数可以 就给它机会减 如果不是 你说是否因为 因为選举而减 那是难点 对它来说 反而是为难的 太近选举 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 民调两者的比率 都挺均衡的 大概都是两个百分点 左右的水平 的差距 但如果反映投资者 投资价格的赔率反映 哇 夸张得完 特朗普50多个百分点 拜登只有15 我看贺铁丽 都是跟拜登差不多 14点多 是 因为其实它首次辩论之后 插税的 是的 民调就 大家差距 拉闊了 但拉闊得不是那么多 因为有很多死硬 就是事但支持一边的 但最大问题 那六个要摆州份 变了来说 拜登的胜算就差了 所以令到大家 那些赔率就觉得 概率 特朗普就高了很多 拜登就插水 那现在赫铁丽 有机会 那未来几天 大家会知道多些 是的 他等不到8月19日 那个民主党大会了 因为太晚了 现在在铺路了 我见那些民主都已经 是的 那他要是 他就要决定 要是就继续 如果他不继续 要换马的 他未来几天都要做的了 好啊 那我们可能先观望 只不过 暂时大家都知道 在排面看 在民主党方面的选择 不是很多 那我们说 就算是何锦丽 去上去 现在只有Michelle Obama 那个支持度 相当高 但是似乎他 不是很想选 所以 大家现在都在说 在投资市场上 都是看着 大陆普共和党 那方面 有机会是胜出 当然 究竟是大胜 控制了两边 还是有少少少的 分一些控制权 所以 现在就是说 Trump trade Rainman 有没有研究过 Trump trade方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 已经预先走了 是的 已经开始走的了 你见到那天 辩论之后 即时反映 都是利息 利息高了少少 股票可以的 但是主要来说 因为 这次和1617年有少少不同 上次是很 被小人的预期 没人遇到 反映就变成了 突然大落差 接着反映上去 这次其实也相对 都不是太意外 有时间给大家 而且两个都是2.0 无论是拜登也好 甚至赫錦麗 延续拜登的政策 或者是特朗普 都是2.0 所以 2.0 通常都是加强升级 不是全新的 但是 如果你看到 他们里面的政綱 其实分别都颇大 有一些位置 譬如你说 企业利得税的方面 特朗普就是 建议再减 由21%再减到15% 是的 拜登其实就想加回 这个企业利得税 被很多投行包装为 如果再减的 其实是有利很多资金 回流美国 是的 他们的利润 至少会对方面 不用收太多税 以及也帮助到 整个企业盈利方面 有一个再向上调的空间等等 另外就是关税方面 这两个我就见过分歧比较大 大家觉得对 未来的忧虑财赤 会不会是过度扩张性的开支等等 在特朗普的身上 是会更加夸张 是的 就是市场 不要理他最后出来是什么 就是暑期人的预期 直接选到之前 都是说如果他机会大 都是觉得财赤 所以未债息就上了去 是的 因为他25年才到期 就是个人入息税 那是要续期和不续期的 拜登多数不续期 特朗普就希望续期 好像想要永续 是的 那是说成三万多亿 未来十年的影响 是三万多亿财赤的 因为他没有说有什么地方 去找回钱 另外就是刚才说企业里得税 他说一部分可以由关税那边 去补回 去补回 但是这个人大家帮他算个数 就除非你真的 如果你加关税加到这么厉害的时候 是会影响经济 那其实收不到这么多的 其实特朗普也是一个 是现实主义的人 他很实际的 生意佬 是的 他那个关税其实是一个工具 他用来做达到一些目的 他最后是否真的这么多 尤其是 总统有权做关税的 不需要国会 跟利得税有些不同 但是呢 你是要一种报复性那些就可以 所以对中国针对那里 他容易的权大一些 但是你看到全世界去10% 那这些可能就比较难度大一些 还有我想都要拿来做工具大家谈 所以整体来说 看回这个图 财赤是最大的担忧的市场就是说 今次的财赤是没有计划去减低的 未来十年都是2.7%的基本财赤 如果计算利息就差不多7% 这个是很厉害 那就会令到那个债务就一直升上去 那就厉害了二战之后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都是的 因为你这个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上两次二战 都是说第一世界大战 第二世界大战 都是说财赤很厉害 但是之后它是变回盈餘幾年 那是经济增长 加上是有基本盈餘 收回多些税 就是减少开支 所以它是财债 那它的财债是没有那么担忧 因为如果没有预期 这次大家就担心它没有计划去够 是的 无论是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不过特朗普的情形就可能会 再夸张一点 再夸张一点 所以就对通胀和债息是有一个压力的 嗯 其实这个图也挺有趣的 就是将现时这个情况类比 因为之前两次世界大战 但是一个不同的位置 就是你怎样出了 今次总统都发觉 不行了 就是我们继续要先谷住经济 那我们可能又会面临 是否年底又会谈债务上限 又会对市场的情绪有些困扰 是的 25年责务上限又到的了 财政部有几个月就有赚的 都要再谈的了 所以是 今次可能都会继续是有些 就是未来 因为怕它没有一个有的计划 所以如果是 这个一个对市场来说 是有些有少少的影响的 但是就看看它 它未来怎样 但是也都说 不是说担心得那么重要 因为那个影响可能会比较长远的 整体来说 美国的股市来说 是减税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都是基本上都是有利的 如果是这样 整天我们都说 大家觉得 好像是特朗普方面 会再夸张一点 亦都基于早一两个星期 我记得 有16位的诺贝尔经济长得主 就是联署 写了一封信的 公开说 大家不要那么努定 如果特朗普上场 对美国的经济打击会大 因为那个通胀就会急升 就告诉大家 特朗普很期待 其实它所创造的债务 是很多 而未来会比拜登更多 那其实是否 yes or no 其实它 当然那班 相对来说 虽然诺贝尔经济长 但是出这些信 都有一点是政治 但是 是的 所以 它如果 你纯粹计 先看这个图 如果你看回它 纯粹以它增加的利息 就是负债来说 其实两个叮当码头 差不多的 不过 当然这个是它 有一部分的增加的债务 是之前的任已经是带来的 是 所以呢 如果是另外看回这些数 如果你看回它 纯粹以它们自己批的 那就是特朗普批了百万多亿的 即是未来十年的负债增加 那其中 如果你不计 疫情那些 那些 那些支援 那些支援 那麽拜登 就四万多 差不多五万亿 那麽不计那支援 就应该二万多亿 那麽所以呢 就是它们批的 新的借贷呢 就是特朗普是多些的 是任来来计 不过 不是差很远呢 其实 这个是它的实际的債務增加 那麽大家差不多 有一部份拜登那些年代 是特朗普年代批了的 是是是 所以就 所以纯粹增债兩個叮当碼頭 但是纯粹以批的債来说 特朗普是多些 不过 接下來呢 拜登也都有很多那些 資助的工业那些 新能源那些 是哦 所以你不可以说它一定会是好很多 不过市场 基本上觉得特朗普会是 肆无忌惮些 多些 是因为它减税那裡 如果它没有找到 就是减少洗肺 但是就只是纯粹 减多了税呢 那觉得影响大些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那都要看回经济增长到时候 那基本上 那麦斯是这样走的 这样炒的 但是问题来说 end up 未必真是说 特朗普就是说 真是会多很多彩赤的 这个就给了一个画面我们看 其实呢 无论它们哪一位上场 我们都要准备定 通胀是比较难控制的 虽然 美国的整体通胀 真的有些高位回落了很多 那你譬如PCE 联储局喜欢看的 譬如你整体的PCE 由7到2点多 最新的2.6左右 那麽星期 我们再看美国的CP 究竟是否继续放缓 那有些人就说 准备定再通胀交易 那通常再通胀交易 大家就是买黄金 买商品 那我都看回以前的历史 其实就确实真的是 行商品的大浪的时候 但我们现在又要考虑很多 其他不同的因素 包括政治啊 那些经济行不行啊 那麽Rekman 现在有没有得类比回以前 我自己就觉得 刚才说到财赤 影响通胀的预期 我说过就是 其实无论拜登和特朗普 都将来都是财赤的了 特朗普多一点 但是对不同的通胀行业来说 可能影响有些分别 刚才你讲到商品 可能如果是拜登 他比较注重新能源 他资助新能源 很多基建 就比较限制传统的石油 天然气公司的开彩 不批 那你就变成了油价可能会升多些 但是特朗普就会批多些转油 会批多些链油 就是供应大增 是的 供应会多一些 而且他资助新能源那边少一些 所以新能源那边 其实新能源很贵的 那边的通胀可能会低一些 但是呢 也同样是说 油多了也都会 油价又会低一些 所以它财赤那边可能多一些 影响少一些通胀 但是另一边可能低一些 所以如果你炒商品来说 可能会都是 很分化 就是要看清楚 可能是贵金属 那些可能特朗普的年代 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石油或者一些 可能拜登的 就会对石油那类的通胀 会好一些 基本上来说 如果特朗普再通胀交易 可能都是股票都是比较正路一些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本身大选年 大家不知道有一个 就是 脑里面都会觉得 大选年从来都是升市的 但是呢 原来很多的研究 反映出来 大选年的普遍 拉均平均升幅 是不够非大选年的那些 我之前看了research 就由一九三几年开始 一直拉到2022年 原来说标准拔指数 在大选年平均升幅 就接近10% 但是非大选年 这么多年拉均平均升幅 是可以有成12%的 加上特朗普 上一次2016年 一当选之后 股市是夹了上去 大家都会觉得 今次不是都是这样的 你又觉得 虽然美股是相对resilient 都是稳阵 但是会不会已经提早front run 这件事呢 今次真正是 刚才说 始终都是升了不少 然后先政未来 现在一路再跟着预期它选到 跟着它真的选到 已经给了很多机会 大家反映了 当然也都要 不过联储局基本上都是宽松的 虽然我们觉得 未来可能通胀会从临 但是联储局会慢的 所以它始终股票是 你知公司的盈利是一个通胀 对它有机会去加价 你个人说 它的收入都是名义收入 不是 所以通胀 基本上来说 轻微的通胀 对公司是OK的 所以整体来说 你说得对的 有很多时候 很多经济政策 都是大选之前一年已经做了 所以就变成了 不是大选年那里冲上去 所以 但是这次来说 整体的股票 未来也稍微乐观一些 但是长远来说 通胀是一个隐忧的时候 就变成了把压力推迟一两年 另外 就比较影响整体大家的投资 就是美金的走向 因为特朗普的言论和他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他不太喜欢美金很强 曾经都很多次是 长谈美金想行一个 约美元政策 但是更加多人觉得 其实你现在行约美元政策 好像不合理 因为你又会 令到你出口竞争 竞争力如何 或者你的入口通胀等等 那些 如果美金太弱的话 其实对于美国本土的经济 现在是会走到另一个方向的 你又觉得他会否维持这个想法 这个反而是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 比较是变数大一点 其实看他未来的内阁 也要看看他到时的播放团队是怎样 因为其实你回去上一次上任的时候 他的贸易代表 萊特希澤 其实就是拼命说要推低美元 然后逼其他国家升值 如果你不升值 我就加你关税 他在上一年初 很多都要去听政 一些言论 甚至是上年年尾的出了一本书 都是类似的论调 特朗普也都 但是上一任 特朗普的团队里面 有其他的华尔街里面 那些 譬如他们的财长 那些其实是反对 因为这个对全球的影响 有機會做財長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他是不是真的會推倒他的美金 如果他繼續做貿易代表 或者是沒有份 那當然 因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財政部 是財長負責的 不是聯儲局 也不是貿易代表負責 再看 因為如果你比較弱美金政策 你現在的通脹都叫做 雖然他們不說說取得勝利 但是似乎比起聯儲局本身2%的目標 似乎未曾去到他們心裏都真的達標 那會如何左右來聯儲局的政策走向呢 這個都是比較關注的位置 是的 因為特朗普上任就很不滿 巴威爾 不滿的原因是因為他那時1718年一直加息 然後就減息1919年就慢了 他說是否減得慢 但其實當時巴威爾和聯儲局是首位被綁住的 因為當時還是跟2012年的時候出來的規劃框架 基本上就說就業率 要保持充分就業 但是上下行的風險都要關顧的 當時的失業率一直在下跌 一直在下跌到四以下 所以另外就是這個 當時來說 都是在用2%這個所謂的 失業率的價值指數的通脹那個目標 這個2012年開始正式寫入了他們的框架 裏面的框架 當時是說希望保持是2%的 他跟著當時的通脹接近2%向上升到去 這個失業率一直跌下去 聯儲局是綁了一手腳 他沒辦法 特朗普就不滿意 他也是要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其實2020年 2020年已經改了的聯儲局 他出了一個新的修訂的框架 他就說2%是平均的 聯儲局通脹目標 如果說之前長期是低的 可以讓它高一點 讓它保持高的2%多一點 然後才再拉下來 就不是說提早去防止通脹高的2% 而是說高過了一段時期才將它拉下來 最重要的是他沒有說低 如果長期高過之後 他要將它推低的2%很多 他還故意不這樣說 所以是單邊的 就是單邊通脹高一點 沒有所謂 就是不需要將它壓得太低 去拿回平均 第二樣東西就是 改了一個說法 就是西部率的就業 就不是說兩邊風險 就業不足 不停用不足英文做sort fall 就不是用 deviation 就是不是說偏離 而是說不足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實際上 失業率可以降到多低才會有通脹 他承認我們不知道 不如我們就為了照顧 多些人有工作 尤其是弱勢的社群 他說我們任由他 不足的時候又有通脹 我們才會加息 所以其實 就算特朗普不炒 而白威爾 其實聯儲局已經改了 其實他怎樣做都可以 現在所有的數據 都是增加聯儲局的靈活性的 其實他減息不會有人說他 而他也維持利率 現在的高位高位 都沒有人理他 其實他是想減的 不過要找到位 所以接下來的今年減息的機會 還是很大的 到時看看資產市場 又會不會有一波炒作 今天謝謝Ratman 跟我們詳細分析了 有關大選對於資產市場的影響 希望幫到大家去分析 以及看是否需要調查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Ratman 下次再會上來聊天 好 拜拜